我一直覺得現在的現在的在在非綠的陣營裡面其實我覺得韓粉本身的包容度是一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我知道你們你們很愛韓國語我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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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呀我知道你們很愛韓國語 那你大可以去看一看就是說在我不要說說太遠了但是你說你說在在三月以前所有我曾經談過的曾經寫過的關於韓國語對於整個台灣政治當中所代表的意義 那寫過很多談談過很多了再講就肉麻了可是我一直我一直在講一件事情我說韓國語的出現 最大的意義在於韓國語讓大家知道國民黨的弱點在哪裡缺點在哪裡 韓國語出來了之後他可以造成一股的寒流旋風 就讓他看到就是說其實如果有一個能夠接地氣的表達很直接的 可以可以跟庶民呃做一些的政治交心的這樣的候選人出來的時候他是可以去去把一些潛在的過去可能冷漠的甚至甚至因為某些議題比如年改等等受傷的 那些已經已經冷掉的甚至於變新的那些人心找回來 韓國語是有這能力的你說你說他是不是經過了他他很有天分或怎麼樣也不是我我說這時事造英雄啦 好那 那 但是韓韓國語就沒有弱點嗎誰會沒有弱點呢 我在我在講第二段話是說 郭台銘出現的最大的意義就就是郭台銘出現了之後 就看到韓國語的弱點 但並不是講這句話說就表示說郭台銘比韓國語好 你如果從我這樣很簡單的表述當中你要去你要去做這麼簡單的推論 那我只能說有的時候我也我也不能夠要求太多有的腦袋的腦容量就是這個樣子他只能夠做這樣的思考只能夠做線性的思考 那沒有辦法呢做比較有層次的複雜的討論好但是韓國語的出現暴露了國民黨的弱點郭台銘出現暴露了韓國語的弱點 這不是一個食物鏈說說說郭台銘就就比韓國語強韓國語那就比一般的國民黨強不是這個意思 我我我我只說你你看到你看到一個人優點的時候 郭台銘有沒有弱點當然也一定會有弱點的 但是當你當你很愛一個人你要說我非韓國語不投我沒有意見了這個投投票是你的自由 任何一個一個選民都可以做這種表達說我非韓國語不投我非郭台銘不投我非唐江龍不聽 這都是你的自由 可是一個候選人不一樣 一個候選人如果你不能夠意識到你的支持者 本身 的思考情感以及那個運作背後當中隱含的一種 其實如果如果你的支持者夠強而且夠大而且而且非你不可 那政黨這政治就不用運作了那我都會我都會覺得不管不管這個人叫做韓國語這個人叫叫叫做叫做郭台銘或者誰誰誰 如果你的支持者倍成大而且你相信你的你的支持者夠強夠大到讓你只要這支持者出來你就能夠能夠在政治上面呼風壞語你就能夠你就能夠呢角逐任何你想要角逐的大位那那你可能要要有一個準備就是如果如果所有的初選的結果不如預期的時候你要 要如何去安撫這一群人 因為這種的情況在台灣的民主選舉史上已經發生過好幾回 就是那種已經自我催眠或者他已經行形成了一股的一股的聲勢跟浪潮而候選人本身呢也出現某種的飄飄然的反應 但是因為某一些制度上面的原因或者是學選舉吧誰知道呢 結果竟然意外的不是第一高票其實我現在最擔心的就是如果如果國民黨進行黨內初選而韓國瑜竟然不是第一高票怎麼辦 美國說聖不交拜不哪啊就是意讓而生下而飲啊就是公平選舉啊啊輸了之後呢就願賭服輸啊如果不是第一名那沒有關係啊就好好的當高雄市長 那回回報高雄市民的支持然後呢就繼續用用用自己的這種非常強大的這種的浮選的能量然後為自己的黨為自己的同志好好的打贏2020的這一場達到了最高的戰略目標 就是要讓蔡英文下臺聽起來是這樣但是你要你要去想這件事我覺得我覺得所有的韓粉都應該去想這件事情 雖然你會覺得不可能的我熱愛的韓國瑜一定是第一高票的怎麼可能你看民調就知道了我只能跟你講這種的民調我也看過很多啊 比如說202011年2012年的總統大選的時候2012年的總統大大選1月15號投票2011年的4月份民進黨的辦黨內初選蔡英文跟蘇貞昌對決 所以在4月18號的民調出來之前的時候蘇貞昌都贏蔡英文大概8個百分點啊6到8個百分點大概是很普遍 可是4月18號的民調出來的時候蔡英文就贏一個百分點啊 那當中事情發生之後後來你會感覺到蘇貞昌就有憤憤不平所以之後蔡英文和蘇貞昌的關係變得非常僵非常糟 雖然並非並非僅僅此一端啦可能從他們在過去當院長副院長的時候可能就已經有一些的不愉快了 但是在2011年的選舉就出現這樣的情況所以當黨內初選的時候 你你很難很難講說會發生怎麼樣的情況就像你也無法想像一個月前跟一個月後當今天 一些民調告訴你說現在如果說的做做排了民調蔡英文已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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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的超過賴清德已經領先賴清德那個意思就是說今天在一個在一個純粹民進黨造勢的場合當中 如果用自然的大家的表達情緒的鼓掌歡迎的結果呢你會覺得歡迎蔡英文的比歡迎賴清德的多 這聽起來會有點怪對不對可是現在民調告訴你就是這樣一個月一個你一個月之前不會是這個樣子 一個月紅衣茶騎著騎著走就是大家用用這種各種的操作打壓然後呢然後冷冷漠拖延等等的方式他可以達到這個效果政治的變化是非常快的 好那我看到了就大家在在在在網路網路上面的討論跟跟對話有一些有些會在你們 呃他也說談論你你你拿多少錢 我拿了多少錢我不好意思這樣四千萬好不好 好這種話聽聽多了就是這種就說就說用用用問題代替批評這種小伎倆啦就說我只說當你是當你是什麼什麼粉的時候 然後我在我的我在提醒你的道不是說說什麼單純的什麼什麼司法啦我會去告你我不會其實 如果 如果 如果知道我個性的 我大可以跟你講你就算是公開的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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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罵我罵我祖宗八代算你也你也不認識我祖宗八代 隨你變 隨你變 我 你說說看了會不會舒服不會 可是 我會不會 因此就覺得我都會我會耿耿耿於懷然後呢然後會想要去去去採取一些呢一些司法行動 不會 我覺得那個呢暴露的是你自己的品質雖然雖然你你可能就只是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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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不得光的 一隻老老鼠躲在一個暱稱後面然後會用各種的寒沙攝影的方式自以為自己講話的聲量很大偉大的不得了這種的在網路上面 一百個裡面就就算沒有五十個也總有個一二一二十個沒什麼了不起 好 那 重要的是說你在在在面對到你的支持者 你支持的對象你有沒有能力第一個也也能夠扮演一個監督者的角色第二個對於他可能會遭遇到的一些的批評你能夠有一些比較平衡的看法 今天如果說舉行黨內初選韓國瑜贏啊 我我我雖然不敢講一個月之後一定怎麼樣了我剛講了因為政治變化是很快的 今天看起來韓國瑜仍然仍然是領先一段 但是你還是要準備就是說一個月之後有沒有可能會不一樣但是如果你你沒有你沒有那種的基本的認識而你總會覺得覺得韓國瑜就一定贏 這種的感覺我覺得是為什麼有許多的過去支持韓國瑜的人在雖然說走走走就走都無所謂可是我要告訴你就是說我的我的我的感覺是原來在意見領袖 許多的意見領袖 在屬於這種的focus group的這種的意見領袖的這樣的一個層面上面有非常多的人在在這兩三個禮拜裡面都心灰意欄都走了或者沉默了那不是韓國瑜說犯了多大的錯我我認為現在對韓國瑜的許多不管是那四千萬也好啦不管是版稅 的問題也好啦不管是什麼註冊商標的logo也好啦五點聲明也好啦 人哪有不犯錯的講話的等等順了孤心逆了掃意難免 但是都不都不是這樣而是而是當你 講了什麼做了什麼之後或者有一些講不清楚的事情可能一時三刻之之間 比如說那四千萬當蔡政員講說我待會再解釋一下那間那間是事情的整個的我所我我我問了三四個相關的的人 都出來的那個大概的樣子我都待會再講給你聽 而是說當這些被被提到的時候 韓國瑜我可以我會感覺到 他有點憤怒 他也有點沮喪 他有點壓力 他有點覺得 我我相信韓國瑜韓國瑜市場也感覺到 這兩三個禮拜以來 因為他接觸到的他他他他不是直接天天都接觸草根他總是還是接觸身邊的一群意見領袖平常的過去很支持他很關心他我相信他會感覺到周圍有有這樣子一群人其實慢慢的冷了 那也沒有關係其實我覺得態度上面人偶爾犯錯只要很快的修正其實這些都會回來 但是如果是那種因為某些的某些的冷淡或者說是批評覺得你這樣講不好 覺得你你這樣子交代不夠清楚 有這樣的聲音然後呢就就開始覺得嗯你不夠挺我了 然後呢就就開始切切切切切切 那就糟了 我就現在許多的許多的韓粉越來越激動 很大的原因是因為你卷在那個情情緒裡面你沒有辦法橫平的去看待這件事情 那因此你覺得你很容易的貼標籤覺得今天今天誰誰誰誰被被被被郭台銘收買了誰誰誰誰誰現在是能夠郭台銘拿了郭台銘的錢 那天我聽到陳鋒基很生氣刷告 我不會老問多我我不是說我不是說我沒有感覺 那我只說 這種的言語其實反應的幼稚而已 好那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說是 不管你是韓粉或者說是非韓粉大家一起想一想看我我講的對不對 你有沒有知道韓國瑜在去年11月20號他為什麼大意 他為什麼可以讓高雄這個過去大家覺得綠道會出汁 這地方 竟然讓韓國瑜在半年不到的時間 真的是半年不到其實大概就是三四個月的時間 翻了換了人間 除了韓國瑜這個人的個人特質之外他個人特質他在講的那個愛與包容聽起來有點有點好像傳教士的味道愛與包容 可是當他落實在他自己的選舉的選舉的競選的行為的時候 競選的言行風格的時候我認為他真的做到愛與包容你回想一下11月24號以前 韓國瑜是如何面對其實在辯論上面 他被陳其邁吐 那場的辯論我也我也我也公開講過我即使 我記得可以支持韓國瑜可是你回頭去看選前的時候當韓國瑜變得很爛的時候我就會他變得非常爛 當韓國瑜講講錯的時候有的時候我就打高空要到太平島去挖挖石油等等我也說這個在在在鬼扯 已經已經已經就是每天 就亂講一通那個時候郭台銘在這台說唐長龍是挺郭台銘的你回頭去看看這些反正網路上面你都可以找得到我一樣包括少康戰情室等等這些節目 甚至在飛碟早上我都都講過有的時候有時候講的時候當然會創造一些話題我也知道有一些很明顯的是是是配合的炒作操操作故意拋出來的假議題 我知道這樣講別人笑但沒有關係我就是要讓你笑笑的時候就會創造聲量有的時候呢在在這種的網路的主宰的整個的輿論氣氛的時代 讓把自己擺在一個被人家攻擊被人家笑的位置上面是賺取聲量很好的方式所以很很多政治人物也都已經懂得用用用用這一套 某種程度的稍微稍微的不見得要這麼的愛惜羽毛的 但是你聽到時候我最少從一個評論人專專業角度來講你不能夠說我我聽到說沒有意見嗎我一定我一定會會有自己意見我就你在那亂講一通可是你人人氣高OK這我也知道 換句話說他不是他不是你會當選不會當選或者選完了之後呢有沒有逼你選總統或者是現在有沒有郭台銘或者有沒有朱朱立倫 沒有郭台銘的時候有人說你唐湘湘你趙趙趙康你們你們都是挺朱立倫的 吃過飯啦談談談過談過談過幾幾幾件幾件事就這樣而已如何 那我只是說當你支持某個政治人物的時候你你終究必須要讓人家證明你是一個有品質的支持 韓國瑜在10月24號之前 他對陳陳其邁他的競選對手韓國瑜幾乎沒有一個字的批評 陳其邁其實偶爾鬥燒假烤 或者是陳菊 你想 當你說高雄又老又窮的時候你在罵罵誰你在罵陳菊你在罵罵謝唐婷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韓國瑜即使是一直說高雄又老又從高高雄要如何如何 可是他幾乎都不會去罵陳菊 其實很多時候陳菊做得很爛 你將來一定要呢一定要在在進到市政府中你一定要去清清算 你會你會聽很多這種的聲音 可是韓國瑜都保持很溫和很理性 總總是呢希望自己的支持者是快樂的 他在11月24號之前因為這種的style 讓韓國瑜選的很有高度 漂亮所以他為什麼的人氣很旺 因為他本來被認為很弱根本選不上 但是即使選不上他都不放棄自己的風格跟自己的原則 不插旗然後呢不辦那些呢那些什麼的什麼的這些呢造造式的就是辦那些什麼餐會啊等等等等他有很多個布啦我背不起來 基本上就是要打一場有格調的選戰 還不抹黑布也不去攻去攻擊都很棒那個是韓國瑜之所以會迷人的地方 可是最近為什麼韓國瑜會捲捲進的這些好像突然間 原來國民黨的系統裡面或者說藍軍的系統裡面或者討厭民進黨裡面分兩股 突然間分出來了 好像摩西分海一樣 突然間挺韓的仍然堅定挺韓 因為突然變得不太有安全感 因為他們看到了某某一群某一群的好像黑韓的或者是不喜歡韓國瑜的出來了 本來在 在整個 國民黨或者討厭民進黨的這個板塊裡面 你沒有聽到 黑韓被稱為黑韓或者不喜歡韓國瑜的聲音 你告訴我在哪裡沒有啊 包括唐江龍在在內在一個月之前你可能會說你好像是挺朱立倫的 我認識說朱立倫的時間跟認識韓國時間差不多吧 我當然會關心如果說在那朋友的立場有人說我我跟你聊聊一聊聽聽看你意見我以後我我我會去的我盡量去誰誰找我只要是朋友我都會盡量去 但是我只是說聊完了之後你說你你你你就是在在幫誰的那差的十萬八千里了我幫丁守中是真的他是我的老師 他即使個性上面來來講 不夠圓融他不是一個 一個我覺得就是很適合在台灣這種政治環境裡面從政的政治人物 雖然是很優秀的立委但是要要要選市長說他就會很很能施利 我知道的 但是我支持他 這個我我我我一定公開講我也講過了 但其他的 朋友嗎 可是我說韓國去年十月二十號之前 除了選贏而且選的有品位 可是最近這這兩三他的五點聲明為為什麼講不出來就覺得那五點聲明出來就突然有一群人跑了 那那群人可能跟我一樣一開始也講不出來說就覺得什麼地方不對 因為 因為從來不罵人的韓國瑜 最近罵人就罵得蠻凶了 那你你為什麼對過去你的對手民進黨對陳菊對陳其邁 到現在人家怎麼樣酸你尻你 你都要不然裝沒聽到 要不然謝謝指指教 可是對自己的黨內的同志 反而有一種的好像好像好像快要快壓壓不住沉沉不住氣的悲憤 說背後的被他捅一刀被開槍 我常說那個恐怕有有誤會吧 我我看到的背後的那些人密室協商 我知道的我聽過的 我沒有參與了我知道我聽過的那些人密室協商 大部分呢都是為了幫韓國瑜在協商 結果被黑成這麼厲害到底是誰誰黑誰呀 進廣告回頭聊 好吧等40分35秒 好今天各報的這個頭版頭條 來我看一下這聯合報 聯合報呢 聯合報跟中國時報都都差不多了 都在講明天 都在講明天 這聯合報呢韓韓國瑜郭台銘朱立倫 王金平明天經濟論戰 那還有副標題是王金平將登陸記主 會跟劉潔一見面 國台辦主任 那朱立倫要下鄉行腳 要拼接地氣 那郭台銘呢排開行程 要要跟韓國瑜的好好的切磋一下 星期二 郭台銘的沒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行程 馬英九要辦這個經濟的論壇 主要這個論壇 其實本來是要特別為韓國瑜的自由 自由經濟示範區去集思廣益 是要幫韓國瑜集氣的 雖然韓國瑜在美國 三三個台大法律系的總統 那 讓台灣的鬼混了二十年 糟蹋了台灣二十年 還特別點了 馬英九 對馬英九要辦論壇 韓國瑜覺得說他他是來贖罪的嗎 那那那那段話我覺得 我覺得韓國瑜可以可以再去對照一下 我剛剛講十月二十四號之前 你能夠勝選而且能夠選擇有高度有品位 因為你對你的對手那是民進黨做的很爛的民進黨 你都 捨不得罵 都保持一個一個高度風格 可是從去美國 你在當我我也我同樣我強調就是說不不是馬英九不能批評 我也我也我也會常罵馬英九 對對就對吧錯錯錯就錯嘛 這沒有這沒有什麼我當時覺得真的好好朋友 我當時覺得真的好好朋友 好朋友 那才是好朋友 那可是韓國瑜在美國 因為那個時候你在你在美東美西走的時候 我說了那一定是 你沒有去之前我我就已經跟韓國瑜講過 我說我保證你這次去美國的時候 是我稱之為 美國的僑界 尤其是偏藍的僑界 二十年來的最大規模的動員 自發性的 我說那個場面的你去你一定會很很感動 你會嚇到 那事實上是啊 但是當你當你這麼多的這些的包括有一些是我我認識的朋友 千里條條開多遠的車啊 年紀都跟我差不多了 開十幾個小時的車 就只是為了去去看韓國瑜一眼 那熱情 可是在那個場合當中 我覺得韓國瑜因為因為所有的鏡頭 台灣的媒體大概全員出動了 整天跟著韓國瑜 韓國瑜在那個場合的當中 當他批馬英九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批評裡面帶帶著 在韓國瑜的談公開談話 談人的時候已經很少見很少見 十六年前的韓國瑜常常是那樣的腔調 可是十六年之後的韓國瑜從出江湖之後 不管是之前在在當 在當的這個台北農產的總經理 或者是之後參選 我覺得韓國瑜不要說他的太太李嘉芬或者是韓兵 我就包括韓國瑜幾乎沒有犯錯就是 我就給他感覺就就就是一個 一個一個情緒的控管 非常好的人 可是在美國的時候我覺得他在談馬英九的時候 我的第一感覺是 這不太像是韓國瑜 因為他的談馬英九的時候是真的流流露出那種 很親密很不屑的感覺 這個很特別 我不知道韓國瑜跟馬英九有沒有什麼特特特別的不愉快 但沒有關係星期二反正能夠來參加這個論壇都很好 雖然我的我知道當你會你我看到昨天有有媒體說啊這這幾個人都報名參加錯了 我的了解韓國瑜並不是報名是馬英九邀的 所以馬英九邀韓國瑜希望韓國瑜可以來參加我要辦這個論壇 你你的批評我聽到了 你要不要來參加論壇可以可以談談你的看法 馬英九這種個性是不是 那已經公開這樣酸你酸到酸到這個樣子了 那他還是出面去去邀我 我我我大概講馬英九就希望說在這個場合當中借著這個這個平台 除了大家可以談壹些 先把先把政治情緒沉澱下談壹些政策 同時也希望借著這個平台讓讓平常好像已經見面很困難的 韓國豬王這些人 我想吳吳敦義可能也會也會也會到吧 大家可以 可以坐下來 真的像像是郭台銘講的 是兄弟 是鐵桿兄弟的那種感覺 他坐下來談 話講開了就就好 那我聽說了 就在邀韓國瑜時候呢 韓國瑜本來也不想來 他說我我我來幹嘛 我來了可能也還是不高興 我告訴我來的時候我可能講講之後的我可能還是會擺臭臉 那那我覺得韓南龜我不是不可以擺臭臉 大可以文王一怒安天下 你大可以呢 繼續的當當你的這種的霹靂羅漢都OK的 我只是說 那你不方向十月二十四號以前的選舉你是怎麼選的 為什麼到了這個時時刻當當整個的整個的 藍軍集團或者是說討厭民進黨的這個大的政治板塊幾乎對你韓國瑜寄予厚望的時候 韓國瑜的那種的情緒病反而出出現了 這個是我不太懂的 他當然會讓許多在過去幫你的人你想你想去年十月二十四號 韓國瑜是一瓶礦泉水一碗滷滷肉飯打到底真的嗎 所以最近所謂的四千萬 的講法不只四千萬 就像柯文哲講的不只啦我選過兩次這柯文哲的講話了 不只啦我選過兩次我知道不不只 當然不只啊 那不管只或者是不只他都要告訴你就就是即使你韓國瑜很弱的時候 今天台面上面的這些人被扣上權貴密室協商的這些人每個人都是使勁吃奶的力氣在幫你 不見得能夠上得了你的台台子了我知道我知道那個時候 韓國瑜身邊有些人希望說哦你們你們是這些太陽盡量不要來 希望吳敦應盡量不要站到台上去希望馬英九盡量不要站在台上去因為你們是票房毒藥 我知道 所以你幾乎看不到這這些人 能夠站上韓國瑜的台 除了在高雄除了王金平以外 你王金平站上去王金平站得這麼近的時候你想馬英九還能站到馬王之熱之爭是真真假的嗎 當王金平站在你韓國瑜身邊的時候你說你說馬英九還能夠很自然站在你身邊很難啦 吳敦應甚至差一點的成為成為代罪高揚 因為吳敦應的到了選前一個禮拜的時候突然講了高雄你的背記記 講完就不得了了 他他幾乎成為了成為所有的這個這個這個高雄討厭民民進黨的這些呢韓韓粉們追殺的對象 吳敦應不到不到不到幾個小時出來的公開鞠躬道歉 吳敦應在講話真的是很擔心他會不會真的講了這句話之後如果韓國瑜落選沒有選贏了哇 他真的會不會會被牽到萬里追可是你知道吳敦應幫幫他多多少忙嗎 我剛剛講4000萬的故事當然我昨天講一點點但是電視上面我講不完整啦 我我覺得可以把他講的講的更完整一點就就是 大概會有這4000萬又我也我也沒有看到金額韓國瑜說大概今天應該是今天吧還是明明天啊今天OK 這同樣是聯合報了因為中國中國中國時報的這個新聞中國時報頭版的韓國珠首度交交鋒這在講明天的然後 然後這聯合報的三百郭郭台銘說的國防靠科技均購的不要未買而買 那他說他強調不巨戰但是中國人為什麼要打中國人good question 我也我也覺得因為 大陸上面的這些的一線的政治人物在13億人之上統治這13億人的那個領導班子韓國瑜沒有啊不是韓國瑜了 郭台銘沒有一個不熟的好那下面的這個呢是在講說4000萬的疑雲韓國瑜今天說明 這很好因為因為不要脫脫了之後呢對對韓國瑜不好那我我認為 我認為這個錢最後不會有什麼問題啦就只這個金額丟出來之後很突然感覺上面好像 韓國瑜可能又又會有那種被人家從後面開槍的感覺很不好 我被我被我被呢 黨內的統治又開槍了 好那 那 蔡正元 現在的好像又變成了黑韓的總司令 韓黑總司令韓非子總司令 我我我昨天有有有跟蔡的蔡正元蔡正元聊一下我說你有沒有把把你把你知道這經過講的講給我聽因為我問了問了四個人 好吧那 蔡正元就講講了一遍講了一遍之後後來大概也也也有一些人他後來發臉書也也見報他說 我這麼的支持韓國瑜 我怎麼會支持過郭台銘呢我跟郭台銘弟弟那個叫做郭台強的我跟他可以學海深仇啊 我蔡正元之前去坐牢就是因為呢因為中癮的土地糾紛而害我去坐牢的就是那個叫郭台強的我恨死他們姓郭的還來不及了 你說我會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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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台銘參選然後呢刻意的呢去黑去黑黑韓韓國瑜 你可以回頭去看看我過去我過去因為韓國瑜的參選我講過多多少今天看起來都可能有有有一點有點噁心的話不當你這種話我也會講很多了 我們都都韓國瑜超強的 二零二零就靠他了 有沒有注意到這些很多台面上面本來挺韓挺的真的是赤裸裸的 你回頭去看你你你如果說我挺韓挺的赤裸裸我也同意啊 可是就在最最近這段時間跟郭台銘沒有沒有關係郭台銘只剛好在這時候出來而已而是我剛剛講的就韓國瑜的某一些的某一些的政治的味道變了那個變了之後會讓他覺得一開始你講不出個所以然來但他那個味道就就是我剛剛講的味道那四千萬到底怎麼一回事進廣告回來跟你講八點五十三分五十四秒把那四四千萬講完 嗯第一個 吳敦義沒有沒有沒有捧著四千萬去交給韓國瑜 沒有沒有這個動作 但是 吳敦義我也知道最近開始有一些文章雖然吳敦義不會不會選 可是有一些文章我覺得是發自內心替吳敦義抱不平的 然後再替吳敦義抱不平的幾乎呢都都是因為覺得吳敦義在幫韓國瑜的過程上受了委屈 你回頭去看這這些文章的裸裸我沒有我沒有寫了 我有我有這種感覺但是我並沒有寫但是我只看了幾篇我文章 那那些朋友平常也都沒有沒有什麼互動 可是不約而同的寫了文章的味道都一樣 就就是覺得你為他做了這麼多 結果被黑成這個樣子 哪裡有什麼黑寒 黑無的才多 覺得好像 好像的今天那四千萬的是吳敦義刻意放出來去打壓韓國瑜的 我已經講了不是這樣 吳敦義雖然沒有捧著四千萬 但是 居中 嫌吳敦義之之命在幫韓國瑜呢 在在募款的一些企業界的人士 大概算一算之後覺得差不多可能還稍微多一點點 當然不是一次的給的但就是這邊五十萬那邊多少大家這樣子湊都在政治獻金法的範圍 那那些的企業界你說他們之前都看好韓國瑜鬼咧 那些企業界的你說你說哇他們在一年之前大半年前他們就看好韓國瑜那太扯了當然不會 那他們為什麼捐給韓國瑜 吳敦義拜託他們 我當然知道裡面有幾個是帶頭的啦 我不講名字講了之後呢給他帶來帶來困擾 但是 那些帶頭的其中有人就跟吳敦義講說 我們這些錢 有啦我有我有我有準備一些錢啦我們這些朋友準備一些錢這些錢是要讓你選總統的 那你要我們去捐給韓國瑜 當然也也不是說捐給韓國瑜的錢之後呢我們就沒有錢幫你 可是 那你自己要選總統你都沒有幫自己募款你還在幫韓國瑜那時候吳敦義那時候那時候是選選錢喔選錢半年 吳敦義說拜拜拜拜拜託啦現在大家在高雄選選很辛苦 當做韓國瑜聲勢上來了大家的錢呢就一直一直進進來了 可是我我只我不是說要感恩或者怎麼樣我跟吳敦義也沒什麼教練除了之前訪問他一下我平常跟吳敦義幾乎也沒有也沒有什麼互動可是我明明知道台面下面他幫韓國瑜真的幫很多啊 結果被黑成這個樣子 這不好我覺得韓國瑜如果碰到吳敦義的時候真的應該跟他好好說就說謝謝 那蔡正元為什麼發這四千萬不是吳敦義啊 是那其中的其中的其中的帶頭的那些在幫韓國瑜募款的企業界之一 他無意當中看到了他在新聞當中看到吳敦義說要見韓國瑜就韓國瑜說他沒有沒有空還沒辦法見面結果呢就在那一天 報上看到說呢韓國沒有空見吳敦義結果他看到呢韓國瑜上來台北上來台北在在在一個餐廳裡面 跟中天的老闆的蔡野民吃飯 結果呢這個這個企業家就他也不會不不是跟跟他他跟誰誰都是朋友只他就不爽他說啊你對黨主席對你這麼好我們都還因為他捐錢給你你沒有來看他結果你去看蔡野民這把黨主席當什麼故事是最重要的 而且 acho好看他就不成功了 不是那個大軍人他們在裡面了嗎 成功了 那個小跟班來 national welt也有嗎 成功了吧 這個小就是你 發生在那個人的算是 聚人的事 發生在一起 你們兩個人呢 bei